第四题,人类的唾液中含有淀粉酶,可以把淀粉分解为麦芽糖,此原理与下列合者较为相近 我们晓得酶素,酵素产生的作用是催化的作用,是当作催化剂 所以我们晓得这里的淀粉酶是当作催化剂使用的 而选项A说,黄金因不易于氧反应,所以被用来制成介质 不易反应,所牵涉到的是活性大小 选项B说,铁粉较铁块容易氧化,这是因为我们的表面积的大小产生了反应速率的快慢 选项C说,双氧水制氧可利用二氧化蒙来加快反应速率 二氧化蒙在双氧水制氧中的反应,也担任的作用也是当作所谓的催化剂使用的 那么选项猪说,蓝墨水在热水中扩散速率较快 这是因为在热水中,蓝墨水它本身的速度或者说速率比较快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得到我们的二氧化蒙跟我们的淀粉酶一样 都是当作催化剂 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,此原理与下列合者较为相近 我们答案选的是C 双氧水制被氧可利用二氧化蒙来加快反应速率 这就是这种评似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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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评似